梁先生的发言 其实梁先生也说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在异国他乡 唱起祖国的国歌 也真的是内心非常的感动 热泪盈眶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有请 吴小明副总理事之词 让我们听听 他将代表祖国为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话语呢 大家掌声有请 梁天光主席 各位朝礼 各位朝报 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很荣幸 应邀参加波士顿侨学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3周年的晚会 首先我要代表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代表黄平总领事 向活动的举行 表示热烈的祝贺 祝此举国重庆的美好时刻 我还要向在座的各位 并通过各位 向我们波士顿侨学界的朋友们 致以最忠心的节日问候 和最美好的节日祝福 新中国成立73年来 中国共产党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 奋发有为 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 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 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的各项事业都进行了 历史性的变革 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中华民族实现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墙起来的历史飞跃 同胞们朋友们 过去的一年 是中国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归煌成就的一年 同时也是我们波士顿长学界 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一年 这一年以来 大家立足当地 回馈社区 大家坚定地维护同胞的权益 坚定地支持祖国的发展 坚定地推进两岸和平统一事业 也坚定地促进中美的友好合作 与此同时 大家还坚决地 同新冠病毒 同仇视亚裔的社会病毒 同毒害中美关系 破坏台海稳定的 政治病毒 做斗争 大家发出了正义的声音 展现了团结的力量 代表了进步的方向 大家的工作 可圈可点 取得的成效 有目共睹 在这里 我要向大家表达 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同胞们 朋友们 展望过去我们好景满怀 展望将来我们信心百倍 中国已经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真诚 我相信在新的真诚上 大家会一如既往地坚定地做 中国建设发展的支持者 两岸和平统一大业的推动者 中美友好合作的促进者 和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我也相信 大家一定能够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在这过程中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将继续与大家一路同行 携手并进 最后 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繁荣富强 国泰民安 祝我们波士顿乔社 会晤兴旺 真真日上 祝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 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合家幸福 谢谢